嘿大家好我是YG 這兩天啊破曉喪屍不曉得各位玩的怎麼樣勒 今天就要來給大家看一些好康的東西啦 那就是我們在玩Sunbreak 如果你是太刀俠卡關了該怎麼辦 那沒錯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推薦 太刀拓荒的前中期配裝 那為什麼沒有後期配裝呢 後期配裝大家就稍等我一下吧 現在就先讓大家以通關尾王為主 好的那事不宜遲 影片開始前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還沒訂閱的朋友歡迎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囉 Let's go 首先各位在拓荒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那就是裝備太軟或者是魔物的攻擊太痛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打起來 是先用上位混裝或者是天繪套去打的 大概是打到M4任務的時候開始覺得有點吃力 M5的時候想說怕後面一場會打太久 所以就開始做裝 所以基本上你要穿上位裝打通關 其實是一定沒問題的 那如果你要知道要穿什麼上位裝的話 各位可以點開右上角的資訊卡 看看我之前是推薦大家穿什麼 那先來推薦一下各位M1前期 可以做什麼樣的裝備和太刀 首先是神火刀 這把刀其實很好做 挖一些礦和小鈴鐺的素材就可以做出來了 面板在前期也算是不錯 而且也有自帶一個四級洞 但可惜的是它的降要撐到很高才能有一個短白斬 而且在前期四級珠技能其實都不太重要的時候 我會選擇的是另外一把太刀 就是這把黑刀零四 這把太刀它其實也非常非常好做 素材是使用巨甲蟲的素材 巨甲蟲各位可以從M1的這個任務去解 記得進去的時候隨便帶一把青弩 用通常彈去射蟲就可以保留它們的屍體剝取素材 那其中巨甲蟲的頭這個素材是掉落率比較低的 透過剝取或是這個任務最後結算素材都有可能獲得 但我相信這東西是不會比什麼天靈還要難挖到啦 那古老巨龍骨其實也很簡單 我自己是在命令這個新地圖 地上隨便挖骨頭就可以挖到了 那這邊也建議各位 剛拓荒路上看到礦石或是骨種就可以順便挖一下 另外我這邊的素材只提供我挖到的地點 雖然沒有辦法保證這個素材究竟還可以在哪個地方挖到 但至少可以跟你說一下這個地方是一定挖到的 OK那這把太刀它的面板230 重點在於它有中等的白斬 也有一點會心跟防禦的加成 製作素材也很簡單 算是前期一把優秀的物理太刀 等你打到M3的時候就可以把這把刀繼續往上升 面板270並且有稍微長的白斬 最高還能撐到直斬算是前期過渡期不錯的太刀 那用這把你打到M4M5基本上或是打到尾王都是沒問題的 重點是這把太刀非常帥 如果你夠中二記得一定要做一把 再來說說配裝 一樣這次有分成平民護石版本跟高階護石版本給各位 先介紹一下平民護石版本 我喜歡用的護石是隨意的技能搭配2個二級洞護石 所以這個奪取耐力其實各位是可以不用理他的 這套可以配出的重點技能在於看破7常駐彗星40% 弱特3打到弱點會有50%的彗星 這樣總共就有95%的彗星了 算是已經蠻高的彗星率 所以我又配了超彗星來增加彗星傷害 那收刀數我也有配 但是相信各位可能都會有個問題 就是關於太刀交換技需不需要配收刀數這個問題 這個我之後會再另外做一支影片去跟各位詳細解說 各位這次就先看配裝就好了 那底石高速化減少魔刀次數 降二主要是讓原本的中白斬拉長到長白斬 剩下的技能就都不是動點了 大多是裝備附贈的 那珠子圖的話我是這樣放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我就再提起一次 綠色的數字代表是這個技能 它有出現裝飾品的提供 白色是裝備自帶的技能 那裝備的部分炎王龍的頭 相信各位在上位很容易就可以打得到 那身體我是用鑄鐵X 這個身體它其實也很好做 只是大部分人可能會疑惑 純水晶、妖灰石這些東西要去哪裡挖 這兩個礦石純水晶我是在M位的水墨林挖到的 而且超好挖 白礦和藍礦都可以挖到 妖灰石我是在M位的大色遺跡挖藍礦或白礦取得的 灌圖龍的綜合我是去打沙圓的灌圖龍 然後挖它的素材就可以取得了 再來首我選的是獵人X 兇彩龍請去M位的大色遺跡找 碑原石的話我是在M位的大色遺跡挖白礦挖到的 那腰的部分我選擇的是大鳴蟹的腰 大鳴蟹M1就可以打了 但相信各位都是卡在這第三個素材 成就的深紅角 這個要在打大鳴蟹的時候 把它的背部的殼打爛 會變成影片中這個樣子 打爛之後就會有部位破壞素材 其實是不難取得的素材 最後腿我選的是鑄鐵X 素材一樣是礦石 海藍礦石我是在密林的藍礦挖到的 基本上這些裝備其實都是M1就可以做的裝備 所以非常好取得也非常容易做 如果怕裝備不過硬的話 各位也可以去強化防具 穿這一套基本上技術夠的話 打通關是沒有問題的 技術中等的話 等一下打到M5我再推薦給各位另外一套 那如果是高階的護石版本 但其實也沒有多高階就是啦 我的護石是使用弱特2 然後自帶2一洞 這樣配的時候就可以多配一個降 勉強達到超短的子彈 那如果你有像是弱特2自帶2個2級重的話 也可以撐到攻擊式 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百龍飾品的話 其實前期他可以做的很少 所以一級洞我通常都是選鬼鳥龍珠 好的那再來聊聊終極的配裝 其實很簡單啦 打到後面我越來越遇到的問題就是防禦不夠 所以我選擇的是穿絕英龍拳套 絕英龍的裝備性能他其實非常優秀 而且各位DEMO應該都有練習過絕英龍 其實相信是不難打吧 先來介紹一下他的太刀 310的面板加上28的龍屬性 有短直斬和自帶4級洞 算是一把優秀的太刀 配裝方面我則是會這樣配 攻擊式、翔衝能手衫、弱特衫 這些都是裝備自帶的 砍破衫和收刀衫是我個人要求 這樣的彗星總共有太刀自帶的5% 砍破衫15% 達到弱點50% 這樣總共會有70%的彗星 當然如果你要這樣配的話 就需要搭配戰鬥矛才能達到百彗星 但你可能會問說 YG你怎麼沒有配超彗星勒 在M5的時候 其實珠子方面他給的還是沒有很實用 像是如果我可能需要達人2之類的珠子 但是現在卻沒有看到 我只好用2到3級的珠子去插4級洞 雖然不免是有些浪費 但這個是在目前珠子技能 還沒有辦法給很足的狀況下 所以現在暫時先這樣配 先求有彗星就好了 或是如果你護士很好的話 像是我其實是用蠻中階的護士 收到2然後自帶31動 如果你有更好的護士 像是有2個27動的護士 就能配到超新1 那我自己是配了降3 這樣我就可以有稍微長一點的直戰 在目前彗星沒有貓的狀況下 只能到70%的彗星 我反而會想要延長展位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跟我一樣配到降3 這把就算不配降 他也會自帶短直戰 你想要把全部都拿去配超新 也是ok的 但另外要介紹一下血氣這個技能 這個技能老實說蠻op的 砍刀魔物有部位破壞的部位 還可以吸血 我目前玩起來血氣3吸的血還算蠻多的 算是一個蠻好玩的技能 各位不妨可以去玩玩看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關於這一次 太刀通關破曉前中期的推薦配裝啦 那當然之後等到我打到後期 我會把畢業配裝或後期的配裝 做一支影片出來給大家分享 不想錯過的話就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和開啟小鈴鐺 那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 去便宜